我現在會一直拚公開水域 然後嘗試在 嘗試拿到奧運的門票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以往台灣隊游泳就是在水裡嘛 然後幾乎也是一段的為主 所以其實很少有長距離的選手 能夠站上奧運的舞台 然後我想要就是藉由公開水域 是告訴那些可能一開始身材就是不好 然後對長距離比較 就是比較撞通長距的那些人講說 就是說其實還有其他道路 可以通往最終的舞台這樣 然後也想要證明就是給大家看說 不僅僅在泳池裡面 就是其實在公開水域也可以有很好的發展 慢慢在台灣推廣公開水域這個項目 然後讓大家說 這個項目其實也是游泳項目裡面 然後其他 相對來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這樣 困難點就是其實 泳池比較簡單 因為泳池就是有水到神 然後你只能游在你的水到上面 其實在公開水域 第一個你要克服浪 第二個你要找目標物 第三個就是說 有時候你需要藉由別的水流引導你 或是你需要在一個集團當中 排在哪個位置是最省力 或是說你哪個時候要突圍要衝刺 都是一個就是都是有很多需要動同樣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最難的地方就是 因為公開水域沒有辦法轉身 所以其實有一些 個子嬌小或是怎樣 是 相對比較吃香 如果 友誼要朝這塊發散的話 我沒有游過大浪很多次 然後 這次其實相對比較大 不過 再來講 之前我游到這種浪 我會覺得浪怎麼那麼大 不過那時候 然後今年四月去市井賽嘛 然後 那科威特浪大到中途停賽 然後 原本大概預計兩個小時游完的 10公里 我們游了兩個小時50分鐘 所以 經過那次之後 我覺得其實 這些浪都是比較算小case的那種感覺 就是教練的課表在練習 就是 不一定說 公開水域 其實我們也有在設計 400公尺某式的項目 就是照著課表練 反正都是練長距離的項目 然後 然後 當然是齊舉說 到明年能夠調整好 然後也希望說 明年可以順利參賽 奧運四年賽這樣 好幸運喔 來 恭喜 恭喜